铁树终于开花了,凭借莫拉塔的制胜球,切尔西伊比林想胜背第二段,双方僵持了整整70分钟才有莫拉塔打破僵局,把布林加斯高球传入禁区,禁区右侧的威廉跳起来投球后腾,莫拉塔门前近距离, 右脚扫射破门,禁区后,莫拉塔脸上并没有任何一丝喜悦,更像是如是重负,他终于没有再错过这个黄金机会,上半场,他已经错失了一个单刀破门的绝佳良机,在此之前他已经错过了这样的单刀不下十次,但是很多人都知道,他一直很努力想去的禁区,但是总有那么一点运气没站在他那边, 欧联杯小组赛首轮队正在法洛尼吉的比赛中,首发的莫拉塔七次射门全部打偏,今天的射门次数更是多达八次,就在这十五次射门中,他终于迎来了欧联杯第一球,2018年以来,莫拉塔只打进了五球,被赛季出球五次才打进两球,就和他六千万磅的身价相去甚远, 但是萨里依旧很相信他,他表示莫拉塔能够进球,我感到很高兴,萨里表示,能踢场好球,很重要,我认为,他做到了,就像今晚这样,为了全队踢球,真的很重要,这里进球,可以作为莫拉塔重新开始的一个起点, 我不想讨论对手,他们踢他们的比赛,我认为,莫拉塔只用踢好我们自己的比赛即可,不用考虑对手,我希望,他可以从这里进球中找到自信,我认为,他踢得不错,比上街,断桥,莫拉塔是个非常重要的球员,赛后,各家媒体也为莫拉塔送来掌声,独立包表示,莫拉塔帮助切尔西在欧联杯赛场, 战胜的铁树,sportsmall网站更是表示,在结束不进球梦魇的同时,莫拉塔也拯救了切尔西,的确,整场比赛,切尔西占尽优势,但最终只是一球小胜对手,从整体实力还是个人实力来说,切尔西都会比维迪奥顿墙上好几个当次,但是切尔西的进球却很难才跌出一个来,全场比赛切尔西射门高达27次, 但是这只换来一个进球,得势不得分,这究竟怎么一回事? 最近次场比赛,切尔西才进了三个球,放夜整个赛季,切尔西至今九场比赛也才打进17球,场军进球1.8个,自从社区多被失利后,切尔西迎来了十轮不败,是英超豪门中唯一一支连赛和欧战不败的球队, 但是范里在高区进攻足球的极致下,切尔西的进攻还是如此的揪心实在叫人看不懂,要知道,他在直角纳布勒斯期间,曾打造出英基涅、莫腾斯和夏烈红组成的死亡三小,在纳布勒斯的那三个赛季,他的弟子们强均能打进二球以上,可以说,他来到切尔西后,还没有把切尔西的进攻肩负完全打开, 当然他也曾表示,无疑把切尔西打造成另一个纳布勒斯,但是如此别角的进球转换率,只会重蹈社区盾杯,输给曼城的负折。